大家好,今天要谈的是大量元素中的甲 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果树的农户都离不开甲肥 它是果实后期生长发育的重要元素 甲肥的来源主要是以天然的甲盐矿为主 全球以加拿大跟俄罗斯的甲为最主要的出产国 而所谓的天然甲肥实际上也是一种使用了甲矿元素的肥料 比如说氯化甲或硫酸甲的作物 经过烧制之后叫做草木灰的来源 还有一种是所谓的腐质酸类的甲肥 实际上也是以氢氧化甲作为溶剂去提取腐质酸过程中的产物 而大家对红甲白甲的认知 也就是俗称的红咖喱或白咖喱的说法 是原产国加拿大的氯化甲 为了防止结块会加入一些有分解性的红色染剂 天然的甲矿元素的甲肥都是白色或是带有粉红颜色的 在经济作物里面甲肥是一种品质元素 在一些作物尤其是果树方面对甲的需求是很大的 比如说香蕉、火龙果或者是瓜类、哈密瓜等 在施肥的时候都会特别注重比较多的甲肥来提高品质 甲肥给果实增甜或增糖的同时 实际上是需要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来帮忙的 在给甲肥的时候大家也不要忽略微量元素的功能 对于果实的风味跟口感是有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要谈的一个配方的复合肥配方叫做超甲这个配方 实际上单纯只有甲的单值肥料有氯化甲 硫酸甲、硝酸甲等等 而且甲的含量也不低 但是在厂家利用这些原料的同时生产超甲配方的时候 主要的差异点会把更多的微量元素给复合在里面 对提升果实的品质有更大的帮助 超甲配方在应用上是一种静可供退可守的配方 因为作物前期由于使用过量的淡素的话 会影响作物的开花跟作果 所以超甲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牵制淡素的作用 减少在彭大期因为淡素的作用 发生叶片跟果实增强养分 最后导致落果的现象 以台湾的蚊蛋釉来说 比较好的品质大概是大小500到550克左右的蚊蛋釉 太大的蚊蛋釉除了厚皮厚之外 也会影响这个风味 所以使用超甲除了帮助素体退蛋之外 也可以减少过度的膨大 减少厚皮、苦涩等风味的问题 另外在木瓜、拔乐、莲物等 连续开花作果的果实 除了刚刚提到的褪蛋跟调节营养之外 它也能够稳定外观品质 尤其是多余的季节 对于比较容易发生水伤的木瓜 更有它独到的效果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